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春三月 四月最美 著名美女家才女林辉英 在她的名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里这样写道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凉间呢喃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以为描写四月景色的英文诗里 以莎士比亚在1623年写的 维洛娜两身世里的这两句最为上口 哦 这春天里的爱恋 恰有如飘忽即逝的四月天 要真正体会沙翁的韵味 你还真得用原文朗诵 翻译过来的句子 很难表达诗句的全部意思 以前在国内时 对西方文化 欧美文学颇感兴趣 记得上大学时 虽然物质贫乏 但精神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 长身体的时候 热量消耗大 在食堂的两顿饭之间 还经常觉得饿 凭着那时记忆力好 曾经饿着肚子 在校园里的凤凰树下 领海背诵沙翁的诗篇 比如他的十四行诗里 第十八篇的这首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我想将你比作迷人的夏日 但你却更显可爱 更加温存 现在在美国住久了 我发现自己常常做的事 却是回望中国文化 比如今天 坐在可以望见 华盛顿州奥林匹克雪山的窗下 我默默迎送的 是唐朝诗人崔护写的 提督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几段惆怅的诗句 优美着历史的记忆 这样凄美的体验 充实了人生的经历 崔护写这首诗 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事了 在这过去的一千二百多年里 桃花又开了一千二百多回 人面不知换了多少 你能理解我现在的这种心情吗 也 prohib习o compromised 是一千二百多年 environmental 所以更幸福 在这边里 而且他们 Position 一个民奏 岛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